只有中国才能又又又又建起一座世界第一高桥 它的桥面距离水面足足有625米 如果把它放在北京 放在广州 放在上海 将会是这样的景象 如果再加上桥塔的高度 更能直接和人类最高的建筑物比肩而立 如此高度 哪怕从桥面自由落体 都要用上11秒才能落地 这就是位于贵州的花江峡谷大桥 2025年9月28日正式通车 我们为何要建一座如此之高的大桥 又是如何在不到四年内就让它横峰出世的呢 欢迎来到星球研究所星天公开物系列 此时你看到的是今天贵州的高速公路网 似乎没什么特别 但实际上它建在一片天嵌之中 这里有125.8万座山头 全省92.5%的面积都是山地和丘陵 期间还有八条大江和他们所有的支流 共红切割出的一道道深谷 这意味着要打通这条连接六盘水六支特区 和前西南安隆县的六安高速 就必须直面北畔江上极其险峻的一段 花江大峡谷 为此我们有两个造价相当的选择 要么坡度较小路线平顺 但大桥必须从山顶附近跨过峡谷 要么降低大桥高度 但要面临更大的坡度 以及更多更长的隧道 显然工程师们选择了直面625米的高度 但对于一个V型峡谷来说 在这样的高度上一跨而过 两岸距离将超过1400米 就算用当前世界上桥顿最高的刚垢梁桥 显然并不够高 跨度最大的拱桥 也只能建在这里 就算是跨度最大的斜拉桥 也还不够 所以想在这个位置建桥 这种超大跨度的悬索桥 就是唯一的答案 可是建一座高度世界第一 跨度也世界第一的大桥 该分几步呢 很简单 分三步 先建两座坚固的桥塔 拉上两根牢固的竹篮并加以固定 再用一根根钓锁 拉住足够稳固的主梁 恭喜你拥有了一座选择桥 嗯 其实也没这么简单 为了让最高262米的桥塔 稳稳立在山头 除了要找寻稳固的山体 还要把24根巨大的混凝口装机 深深插入岩层之中 有多深呢 最深68米 相当于20多层的大楼 地表之上 200多米的塔柱 被拆分成了40多个阶段 再利用这种造塔机 在液压气孔的驱动下 逐节进行胶筑 爬升 让桥塔以平均每天0.8米的超快速度 向上生长 和桥塔同时胶筑的 还有这块巨大的混凝土 它有多大呢 大概这么大 也只有如此体型 才能利用自身近40万吨的重量 稳稳锚住两根竹篮 让它们承载起整个竹梁的重量 这就是重力矛 而在对岸 虽没有空间安放巨大的矛定 却能直接以山为矛 将矛定深深嵌入 事先挖掘的隧道中 这就是隧道矛 有了桥塔和矛定 我们终于能架持竹篮了 而这两根远远看去 十分纤细的竹篮 实际上有多粗呢 答案是接近一米 足以让人渐步如飞 可是巨大的竹篮 又是如何跨越 一千四百多米的峡谷 飞到对岸去的呢 比如可以靠它 这架无人机会将第一根 作为开路先锋的绳索 从一侧牵引去对岸 接下来 这根仙导索将牵引一根粗绳索过江 再用这根粗绳索 牵引更粗的绳索 如此套娃多次 就能在两塔间架起一个 全空的临时施工平台 这就是猫道 通过猫道上的牵引系统 就能牵引锁谷了 它们每一树都是由91根 直径5.7毫米的高强钢丝组成 其中的第一树又最为关键 工程师们必须使用地面全站仪 联合北斗卫星定位等技术 将架式误差控制在 两毫米以内 才能让它成为之后 所有锁谷 位置和张力的击准 而当217树锁谷 全部牵引到位后 利用锦览机将它们压紧固定 才能最终形成一根主缆 接下来再安装好垂直钓锁 就可以准备吊装主粮了 但整座主粮实在是太重了 相当于95架中国最大的运输机 运20 这显然无法一次性完成吊装 只能拆分为93个阶段 从中间开始向两边同时拼装 即便如此 每个阶段也依然超过了200吨 相当于要一次吊起 世界最大风机的所有叶片 并在随时可能袭来的大风中 换成精准合笼 到这里 你觉得这座世界第一高桥 难度有几颗星呢 它的总工程师会说 其实没有太多的困难和难点 但这并不是凡尔赛 这座底气来自过去几十年的积累和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讲 建成世界第一高桥需要的远不止四年 它的起点在哪呢 或许是在六年前 平唐特大桥建起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的时候 是九年前 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落成 并持续霸榜世界最高桥 直至今日的时候 是十六年前 霸林河大桥第一次在山区突破千米跨路的时候 是二十四年前 我们第一次触碰到世界最高桥记录的时候 又或许是早在第一颗北斗卫星进入太空的时候 今天 工程师们也在花江峡谷大桥上尝试了许多新技术 锚定中能精准控温的智能芯片和冷却水管 能时刻监测风速风向的激光雷达 以及能保持毫米级精度的智慧缆锁调等等 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新技术虽前无古人 但必将后有赖者 而当更多这样的超级工程拔地而起 曾经的超级天欠也终将成为独一无二的风景 没错 早在设计之初 这座大桥就不仅仅是将两岸通行时间 从两小时缩减到两分钟的超级通道 它还是一个巨大的旅行目的地 而放眼整个贵州 三万座大小桥梁也不仅仅串起了一张高速公路网 还串起了一张极致风景网 终有一天 慕名而来的人们会发现 原来第五三尺坪竟是对贵州最大的误解 因为这里有一片人造的高速平原 而生长在这里的人们也会发现 远方不再是到不了的世界 家乡也不再是回不去的地方 百万座山头终于有机会 找到百万条出路 就在大桥通车的同一天 花江峡谷大桥的服务区也正式投入使用 人们给了它一个好听的名字 云渡 一桥飞渡云上 群山座平原 天前变通 这是世界第一高桥的使命 是贵州三万座大桥的使命 也是全国一百万座桥梁的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